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都没有在意义 如果他们稍微在意义 再紧小心一点 连Teddy Bear都不敢用 因为风刺一大大那种叫Winnie the Pooh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够僵的了 所以证明他们的紧小心的味道不够 所以他们在警队可能可以上位 如果不是上不了 为什么要用红侧那么久 我们是农的传人 找些什么呢 找些垃圾虫 你怎么清洁龙呢 出来 好了 昨天机场就电脑故障 电脑故障首先原来去年3月就已经发生了同类事件 去年还不妨 搞到没办法把美登基 据方保罗 什么都找他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的荣誉会长就说 为什么屡次出事呢 都是星期六日呢 他就怀疑是不是在星期六日 夜晚维护系统的时候出错 所以才出事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呢 今天方保罗说 但是不用他说 我们正常人都会觉得奇怪 第一 你这么频密的电脑系统出错 好了 电脑系统出错 于是令到机场 去机场 那个牌 登机 闭口牌 闭口牌 就显示不了出来 这些其实就是很低科技 很低科技 我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拼几个屏幕 现在的屏幕这么大 这么便宜 几千元一个一百寸屏幕 都能够搞的东西 以前就突突突突地跳 好了 如果你有没有启用后备系统呢 就是我们一个号称 就是亚洲不知多大的机场 是吧 含家产的后备系统 竟然是白板和水笔 如果你有没有昨天于是乎 如果你有没有机管局 拿白板出来写 那也都令到很多旅客 因此而错过了 当时我登机的时间 我真的觉得 作为这样的大型基建 不用方普罗说 这些东西是否有一套 平衡后备系统呢 不是 他说什么 后备系统不同 是用不到的 那就是用不到后备 正常来说 后备系统呢 我就不知道 方普罗说 正常的后备系统 就是一般银行 黄亚联交所等等 这些hot standby hot standby的意思 就是说 你那个系统一完 他就立刻standby 合格的 基本上起码要有七八成的功能 OK 你了解 但是现在这个 所以可以说 按锁如流 但是你竟然是用白板 等于还有白纸 用白纸 用白纸 用水筆 是呀 最原纸筆 好了 你广播也可以 但是你广播 有时候人们未必听得到 其实你是要不断广播 以后有那个后备系统 hot standby 是随时出来的 不是很难的东西 因为 好 好了 今天就陆续其实OK的 今早 但是也都因此而有旅客 譬如这一个 Jakob就说 他星期日 OK 早上去到机场 早上六点几班机 一直在贵宾室 留意着航空公司 贵宾室里面有那个屏幕 不行 手机程式 都没有航班资料 是终于听到广播了 为什么呢 人家外面用水筆写 看不到嘛 在贵宾室嘛 广播 他登机闸口 他就去 出去的登机闸口 但是去到的时候 就已经闸口 因为你迟了 航班起飞 他说他当时 和很多其他的旅客 OK 就唯有 航空公司安排了酒店给他们 安排了机会给他们 今天就是星期一去 他说行程延伍 你要给机场酒店的额外开支 那里都算了 你订了酒店的车 又可能迟一天 别人又不会退给你的 别人家外面 就跟他肯定 OK 他就说 真的觉得 机场现在的服务水平 播落到这样 他说真的 感觉到很心痛 他也不是说 我们自己不见得了钱 嗯 机场的服务 即是好像 我常常不想救病他 即是中电 因为家道理着事 也算是奥人物 你又是这样 又是 你现在没有一件事 本来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 全部都贫包債 就是这么频密的出现 是什么事 我就是这么说 他又不是说 没有扔钱到中电去命听 是病毒 除了黑病毒还有什么 是吧 留停电 充电 又 好了 机场是这样的 我都不算了 什么TVB 地铁 郭泰 不要算了 汇丰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拿一件事出来 能见到客人 好了 这件事 我就不播片了 我就真的不知道 有一辆本田的车仔 蓝色私家车 昨天下午和警方爆发追逐战 上水元朗大嶼山周围走 逆线行车不在乎下 中间有人截到去 到头又再走 而最后竟然走得离 是 是 那里很糟糕 哇 我真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Facebook有时 会播出来的 不知道什么行李拍到 还是怎么样 外国那些匪 那些劫匪 走路说挂开了二三百公里 后面的车车就这样追 还比成龙A计划那些 昨天我都看 这样都被人逃脱了 你有没有搞错 你天呐地网 都报了 是吧 他连拨拨 截到他 他都拿你退后走 扭太后走 你又不懂得开枪 又不懂得吃 这样 老实说 现在呢 警方呢 昨天呢 稍后呢 就说呢 已经找到辆车 去挂牌的 挂牌的 挂牌的 现在追缺了 两名男女乘客 和一个男司机 介乎二十零三十岁 那样 我觉得都终于会追到 即是会捉到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除非他昨晚败票就走了 好吧 老实说 他这样亡命 又逆线行车又整 昨天没有因此而造成大的交通意外 我觉得都很庆幸 你让我开车 帮我卖货车 我就不怕你 你突然在我 条线道的车走过来 嘟嘟嘟 你真的有没有搞错 现在初步调查之后 警方说 危险驾驶交通意外 没有人受伤不顾而去管有物品 作非法用途 使用虚假文書 追缺这三名友 老实说 他们这样走法 我们直接觉得他的车一定有东西 嗯 但是呢 亦都是 没有东西都不奇怪 有些人送你上来 嗯 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 但是我的问题就是 如果大家上网看片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可以一辆这样的车仔 是啊 你怎样可以让他走得掉 嘟嘟 真是不 真是脱臭啊 对啊 对啊 他又不关他事啊 他就不会出来的了 嗯 好了 两件事 一件事刚刚发生昨天 一件事就跟进上个星期 那你说是否很无谓呢 是否天口庆呢 还是真的说有冤亲债主呢 前世 一件事呢 我首先说 就是上个星期那件事 大角咀85岁保安叔叔 是吧 死亡自己 他85岁 都没办法啦 首先85岁要出来做security呢 可能你可以说是社会悲哀 但是我也不排除是有些伯伯呢 觉得没有东西 我们你是对方 who plays 不是用东西 他悲哀 都是用东西 都不 форм 也不够 85岁呢 一般来说简单 但是很奇怪呢 你如果做开东西呢 就OK的 你反而呢 你每天都在家里呛呢 都会慢慢地擦 簡單按幾無謂,兩個女生,一個姓藍的,33歲的女廚師, 一個朋友姓林的,我不知道他們是lesbian還是甚麼, 其實也可以是friend來的,就做sales這樣, 喝完酒,因為喝大了,住在大閣咀大廈,大衛樓, 那個男姓藍的女生,33歲的廚師,喝大了, 所以兩個在那裡吵架,在大閣外面吵架, 後來藍小姐回家了,於是伯伯開門給她, 林小姐見到健壯,可能是怕她照顧不到自己, 又可能想進來跟她道歉,你之前不知道他們倆在吵架, 伯伯見壯就開門,就被後面那個林小姐進來, 於是姓藍的就吵架伯伯,簡單來說就遷路伯伯, 你為甚麼要開門給她,為甚麼呢, 譬如我和老婆吵架,譬如我老婆, 我罵得那麼少,我不罵得了,要不然我死, 旁邊有人,我就遷路她,其實情況都是一樣, 但你動手動腳,就大膜了,根據報道, 她是拿些甚麼膠圍欄,膠圍欄? 我想,不是膠圍欄就在那裡打, 膠圍欄,大國組,他們那邊經常有一些, 即是整路,或者一些車房, 我們放些膠圍欄來爆毀,我不知道, 就攻擊伯伯伯,打一個頭, 好了,林小姐在健壯,想來勸交,但勸不到, 好,於是乎報警,但伯伯就已經昏迷了, 那麼,劉苑兩日,終於都死亡, 那麼現在這個藍小姐,我不知道, 之前就用攻擊家人那些, 傷害他人身體之類的,聚來落案, 即是拉她,最後會告她甚麼罪呢, 我想誤殺都沒有怎樣就算了, 33歲,一個女仔,做廚師而已, 現在,臨漫黑社會又不是這樣, 是不是好人無謂, 撩你了沒有,幾人無謂, 伯伯伯伯原慘, 不代表他解決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伯伯背景, 這個伯伯,根據隔壁, 隔壁的保安叔叔就說, 他是頂5天,昨天是第三天, 所說,喂,你們有甚麼, 不要找我們來出氣, 是吧, 喂,他開門給你,林小姐, 其實真是, 你不開門到時你就撩他了, 喂,我朋友有甚麼事, 是不是你負責諸如此類, 是吧, 你有多無謂, 好了, 那你說, 是不是前世欠了他, 伯伯可能是安享萬年, 有子有孫的, 是吧, 那你現在, 他的家庭就固然難受了, 你這個, 阿南小姐, 你現在, 你做甚麼, 你做甚麼, 所以, 你有沒有喝酒, 喝大, 你有沒有喝酒, 百分之二,三千, 你加得我們煙那麼過癮, 好了, 華森村命案, 為甚麼是, 這是無謂到極的, 首先, 那個男生, 我不知道, 都是, 那一隻當然是無言, 這個五十六歲姓陳的女生, 根據他隔離屋, 都說, 都是一些吵架的人, 但吵架的人, 不代表有人打死, 要需要, 他隔離屋, 粉明華森村, 攝氏單位, 現在就被跌鏈鎖上, 他鄰居, 楊老先生, 扮了二歲, 就說, 這個女死者, 其實, 都行為有義的, 入住半年之後, 就經常跟他借錢, 他說, 阿叔, 借四五百元來, 這樣, 那楊先生, 都借過二百元給他, 借過四次, 每次都有借有還, 有借有還, 不過, 當然是長貧萬故, 他有一次, 女死者就說, 要去到家洗澡, 楊老先生, 他就醒了, 你不要搞這種事, 走走走, 一人除了三萬個非禮, 你求那些禮物大領我, 這個白白醒目, 你說, 如果, 有些白白不懷好意, 嗯, 那怪事, 或者有些白白, 真狠狠狠狠, 那麽類類洗澡, 亦都可能會出事, 這個白白很醒目, 他說, 今年年頭女死者, 被前男友, 他說, 洗澡期間偷走銀包, 就找楊先生, 幫忙報警, 不再問他借錢, 幫忙報警, 女死者, 最後, 就在保安座頭, 求助報警, 一去計較, 下去吧, 不要開, 搞了, 其後, 警察呢, 就將他前男友, 壓到單位搜證, OK, 那麽其實, 大家看來, 這家人很吵架的, 這個女仔, 好了, 至於, 是什麽事呢, 原來事源, 這個男友, 所謂的男朋友, 59歲, 前日找不到身份證, 就懷疑那個女友, 拿了, 就登門去找身份證, 其間兩人發生爭執, 喏, 這裏報道呢, 就說, 他權勾女友, 我看過第一個報道呢, 就是打架, 大家不知道, 什麽事呢, 那麽我覺得打架都不奇怪的, 那麽男的, 你到底能夠男打呢, 那麽結果呢, 他歌撤, 權勾女友, 他倒地撥起, 南方以為, 屌你, 我沒有,你炸死, 扑街, 揚長而去, 這樣做, 他走了, 到第二天回來, 咦, 你怎麼炸死, 還未醒呢, 神經病, 於是, 他男生是報警求助的, 但是, 警察來到, 已經是證實了, 如果當時他不走, 未必有事的, 即是他認為, 喂, 有沒有炸人啊, 那麽容易死, 那種啊, 沒有化學的, 沒有化學的, 其實尤其是暈了, 你推醒去, 就可能沒事的了, 真可人有權的, 如果不是呢, 不知道啦, 可能他戳著氣啊, 呼吸不到啊, 之類的那麽事, 那麽這樣, 那麽這兩件事, 都是非常無謂的, 即是我, 譬如這個人這樣, 他當時是不暴政業啦, 沒有東西啦, 是吧, 那麽是不是, 他有動機, 要懶惰這個女朋友呢, 那麽這樣看, 目前又不是啦, 那麽你說幾乎無呢, 是吧, 這麽世界真是, 多謝一陣,